Hello 大家好 我是Leo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一款Web3的遊戲 叫做Leap4Well 答應了大家會繼續跟進 今天特別來到他們的辦公室 找到他們的高層 有時應該都會在他們的社交媒體平台 見到他們的蹤影 今天想訪問一下Tayson Hello Hello Leo Tayson 你好 可否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和公司 可以 可以 我是Tayson 我負責做Leap4Well Project的Marketing 我是Marketing Director 其實我們的Project是一個 連接Web2和Web3的項目 我們就希望透過Sweat and Earn 做運動 去讓我們用戶賺到一些東西 那賺到什麼呢 有些不同的 就不只是虛擬的利益 而是有很多實質的 就是有些訓練程式 有些教育 圍繞著Wellness裏面的產品 去讓我們的用家 去當作一個有因 去做運動 是的 第一 我們會有一個手機APP 我們用了AI 去影響我們的手機 每個人都可以 去用手機 做運動 就可以 detect 到你做運動的表現 你做得越好 做得越多 令到越多分 那些分 你就可以在我們的商城 直接換到剛剛所說的 那些產品 或者將來 是的 即是說整個Idea 不只是說Token 都有一些真實的東西 大家可以換到 或者做到 是的 我們打的就是打真手 我們就希望可以呈現到 其實Web3的項目 都可以落地 還有有一些真正 社會正在使用的用品 例如健康 其實大家都在使用健康 可能有些食物 奶粉 甚至是保健品 其實正常都會用的 就提供給Web3的用戶 OK 但本身公司 是否都跟運動有關 是的 其實我們公司 本身的集團 由2017年 已經收購了一間 德國的服裝本牌公司 我們在香港 已經有四五間門店 全世界 美國 德國 歐洲市場都有賣衣服 做網店 所以 過往歷史 在過往幾年 其實已經有很多不同的 partnership和關係 跟健身室 或者fitness gain influencer 在一起 去到去年 我們就在想 可不可以用一些新的科技 去Leverage 我們認識的網絡 就是那班人 剛剛說的那班 健身界 和fitness界的人 去建立一個平台 一個共享的平台 給他們 大家分享資源 可以公布自己 以及可以 給更多人 了解更多健身 或者fitness OK 但我玩這遊戲 其實我自己玩了不久 可能一兩個月 但是整件事 究竟是由怎樣開始 現在究竟去到什麼階段 是的 其實開支的時候 是after COVID 的 after COVID 那時候我在想 怎樣可以除了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 x to earn project 例如step end 很紅 那 Walkins 那些 大家都是走路去做運動 之後賺了一些reward 我看到我們覺得 有沒有一些方法 除了走路之外 還可以做到其他事情 是 因為好像全部 move to earn 都是圍著走路 是 那我在想 因為我們是 健身related的行業 就算我們買衣服 也可能買很多gym的衣服 那我在想 可不可以把training 或者訓練 去放進這個model 那我衍生了 我們Live for Well 那個app 就是去做不同的training program 去用AI去看你做得對不對 之後給相對的分數 可以做得好 是 剛才也提到一點 Live for Well 和其他的web free project 很大的分別 就是除了token之外 也會有其他東西 除了一些 我之前在你們的網頁 或者是你們的介紹裡面 看到一些健身會籍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產品 可以換到 或者有其他的idea 是的 其實最主要有三個categories 第一就是健身室 例如Anytime Fitness 香港最出名的24-7 Feed 24 全香港超過200多間的健身室 十八區都有的 這是第一個categories 第二就是一些training program 和classes 例如瑜伽班 有些特別的 空中瑜伽 甚至是stretching班 睡眠班 即比較特別的wellness program 都有的 第二類 第三類就是產品和服務 包括一些鞋子、衣服、袋子 鞋子、衣服 其實都會適合我們的marketplace 剛才聽到很吸引 有不同的東西 三個不同的類別 都可以換到 但是之前 剛才提到 step end 可能過了一段熱潮之後 買買買買買買買些鞋子之後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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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去到後期 可能會後徑不計 那這件事 其實你們怎樣去拆解或者去破解呢 其實一開始設計 我們這個based model的時候 我們都考慮到死亡螺旋的問題 例如step end 你play to earn 總之你有個earn 有一天你都會消掉 你想想想有一個demand 去賺你的token 但是你給給給給給 你沒有錢 那誰給呢 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business model 就針對這一點 我們去create了一個新的approach 就是earning的部分 其實一樣 就是用家想透過你的app 或者透過你的平台去賺多些東西 那給給的部分 現在就不需要我們給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商戶去分擔 去商戶去給 就是我們去inject了商家商品 例如很簡單 Anytime fitness Nike H&M 那些 其實他們每年都會 去花很多marketing的budget 去花很多marketing的錢 或者有些什麼呢 就是drive更多users 那其實我們的平台 exactly就是給商家 是擺上他們的brand上來 去吸更多用戶 那他們就要給更多的benefit 或者just給用家 去吸用家 那那個就是earning 那個factor 進來了 那我們再combine 那個demand side 就是用家去earn到的東西 那我就create了supply and demand 那就希望可以 asol as我們sustain到publishhip的增長 我們就會sustain到 reward 就是說除了他們平時 投放一些廣告 在一些傳統的廣告板 地鐵 各樣那樣之外 這次就可能 是扔一些資源 進入一個web free的遊戲裡面 用他們的服務 就可以換回他們自己 又可以將他們的品牌 宣傳到 而你們又可以發展到遊戲 User又可以獲得reward 那聽起來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想法 其實之前我看到很多 就是因為剛才說的 只有炒token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就會沒有 這件事 也是為什麼我會覺得 這款遊戲 在今年裡面 其中一個在牛市裡面 我自己比較看好的一款遊戲 我自己是開始玩 可能玩得最多就是 Score 第一關 對 第一關 整個遊戲裡面 是否真的過關 有多少關 還是怎樣玩 其實我們設定 一開始修正 我們是有八個不同的 training program 去開始 大家現在看到 下載到其實只有三個 我們就會陸續 roll out更多 給大家試 每一個planet 都會有八關 難度不同 拿的分數都不同 越高的越多 其實你玩完第一關 你就要像打遊戲一樣 打遊戲 過第二關 第三關 第四關 所以現在暫時 就三關 就給大家試一試 今次續每一個月 都會有些新的動作 training 給大家試 我看到一個是Squad 是的 一個是 一個是 Lunch 或者March 都有不同的動作 現在暫時有三個 現在暫時有三個 但每一個都有不同的level 是嗎 對 每一個動作都有八個不同的難度 你要去高級一點 你要過關才去高級一點 之後你的分數就會越來越高 還有是有些少少不同的 可能以前Step N 就一定是戶外才玩到 而你們那個 可能是室內都已經玩到 Exactly 因為其實你走得很久都很悶 你走來走去都是走 當然很多人喜歡跑步 但是 趣味性一點的 是我們希望做到 它是一個 interactive 一點的動作 譬如剛剛說到 為何有這個idea 出現其實都是 COVID 的時候 不過很多人都會 在YouTube 去做瑜伽 在家裏自己 training 但你永遠都不知道自己 做得對嗎 對著咖啡做 你以為自己做得好什麼 但原來不同的 你不會知道自己做得對 我們就希望可以 你不需要有任何 專業的教練在身邊 都可以至少知道 你的動作是 detect detect不得到 基於你做得對 還有剛才你說到趣味性 你們的遊戲 我玩的時候 應該都是 是否配合了一些 AI 或者一些 叫做 動態捕捉 AI 和Motion Captures 動態捕捉 最主要就是 去看你究竟的動作 是 其實每一個動作 我們都訓練 可能要幾千次 確定你做得對 那個位置 才當你計分 譬如有些人玩 你看不到自己 拿到分 那是因為 我們設計的動作 你未能做到那個位置 好的 但有時候我玩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呢 因為其實我玩 我看到 除了真的做那個動作之外 有少許其他東西 要動來動去 是的 其實最主要是 因為訓練 我們都要休息 因為你不可能做過Squad 連續三分鐘 因為腳都避 所以我又加了一些 不同的元素 進去 讓你當作RELAX 這樣的功用 OK 那事故一點都要說 雖然運動重要 但剛才提到 不會只是 好像炒Token 但是我們知道 現在可以賺到一些分 那遲下是否會有些 Token 或者其他東西 會結合下去呢 是的 現在你可以任何用家 其實你下載的APP 都可以免費去玩 以及去儲存我們的Squad Point Squad Point Squad Point 就是一個off chain 純粹分數 那遲些 其實我們就會有 我們的On-Chain Token 其實這個On-Chain Token 我們今個月 可能大家看到的 材料都會看到 我們做了一些工作 所以那個幣 On-Chain Token 我們叫LV 就是我們商城去換禮品的幣 哦 那遲些你現在 儲存的分數 是可以有一個兌換去換 其實你現在儲存的Squad Point 其實是當作是錢 將來可以用到的 即將來有機會 我當作是 100個Squad Point 就可以換到一個LV Token 是的 而LV Token 就可以在商城去換 你剛才所說的 對 有些不同類別的東西 是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阿里巴巴 但現在時收蜕幣 但現在是收蜡帶幣 哦 其實阿里巴巴大家都熟 即是你經常用錢去買單 你正在 gospod 但會否調轉呢 譬如我深敲買了LV token回來 會否換回SWARE POINT呢 會不會換回SWARE POINT 因為SWARE POINT純粹是一個遊戲代幣 就是讓你做運動賺回來 因為SWARE嘛 那你沒可能付錢做運動 你就不是SWARE了 OK 剛才提到有一個兌換率 其實那個兌換率是否會變的呢 隨著時間 其實因為LV 我們最主要的作用是 是讓人去買商品 所以我們都不會想 價格浮動得太誇張 因為始終一個健身收回值 一個月可能500元 沒有人一天變成3000元 這樣也不合理 所以我們圍繞著對於LV 都是希望價格穩定 我們都會有Defense mechanism 去確保價格是 跟現實的產品掛勾到 就不會誇張 OK 但除了Token之外 剛才也提到 其中一個他們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買鞋子 那就是NFT 你們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有的 譬如我們的Ecosystem 其實剛剛所說的 可以用到我們的Marketplace 用到你做運動 而那些分數去換到東西 其實是一個Membership的Benefit 一個Member的會員優惠 那怎樣才能真正換到東西呢 那你要成為我們的會員 那我們就出了NFT NFT就是我們的會員 我們NFT就不是一個collectable 不是一個純粹炒作的一個 Drape 即是一個Drape的圖案 我們是一個會員優惠 所以你只需要有一個會員優惠 你便可以接觸到整個身體系統 即是我要得到你的NFT 然後就有Speed Point 換到LV Token 即是可以任意換到東西 即是可以自己換東西 那NFT其實是會何時呢 因為現在未在那個APP看到的 未的未的 NFT我們打算是4月launch 是 4月launch 當然數量我們未公佈 不定借給你的觀眾 大約3月差不多了解更多NFT的內容 OK 我剛才也聽到你說 這個Live4Well 其實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他們的官方的社交媒體 一般來說 我看到他們可能都是 Target 之前是Target一些外國比較多 其實這個是不是比較高步 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活動 其實我們那個Target audience 是Global的 因為其實我們Base 我們有Office都是在德國 而我們的節目公司都是在德國 是德國brand來的 所以我們Target audience 我們暫時現在 譬如我們launch了大約一個半月左右 我們下載都差不多超過18萬 我們大約33%在香港 現在33%大約在東南亞 35%在東南亞 其他就是世界上的 所以都不完全在香港 是沒有在全世界上的 我知道你是否接下來 都會去不同的地方 宣傳一下這個項目 今晚就飛了 今晚就飛了 我們去巴黎 我們去NFT Paris 就被邀請去做一個Panel 就是一個Event with Yoga Pets 和Yorksill 我們就說Digital 即是Empowering Digital Assets 就說Wellness的重現性 和Wed Free 並是Wellness的賣點 所以我們是很榮幸地參與很多 今天Tayson介紹了很多 整個遊戲是怎樣的 還有裡面的玩法 還有接下來的發展是怎樣的 聽完之後 大家應該對這個遊戲 就更加有信心 但是試繪一點點 在短期來說 你們有沒有一些提示 我們應該要做些甚麼呢 其實短期來說 我覺得大家先拿多一些Sweat 因為其實每一個項目一樣 其實最早玩過一批人 一定是Benefit最大的 因為很明顯Sweat 就是用你換商品 其實現在可能是 最容易拿Sweat的時間 正常來說 你一定會越來越難拿 如果不是 那你怎樣是Sustainable 所以早期玩的 你現在拿著 就算你沒有NFT 沒有任何也好 當自己訓練 拿著Sweat Point 因為可能到時你會發覺 原來我已經拿了這麼多 因為我玩的時候 其實你每天會限制你玩多少 基本上 因為好像之前Stabin的一個想法 可以儲一些體力 每天好像只玩6分鐘 不知多久 是的 剛剛說得對 就是我們每一款遊戲 都有不同的能力 要消耗才能玩到 譬如有些遊戲 就需要消耗一個能力值 有些遊戲就需要兩個能力值 是的 我們現在每天 暫時是4個能力值 所以最多就玩了4次 是的 每一次大概是2分鐘左右 是的 大約2分鐘 所以現在大家要做的 就是 當然用我的referral code 去登記Forewell 然後每天去玩之外 我記得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賺到Sweat Point 是的 就是打卡 有個按鈕 然後免法拿Sweat 遲些就會沒有 因為我現在純粹是 Early Adoptors 就是讓大家 Lock in他們打卡 是的 所以短期來說 如果大家懶到出閘 甚麼都不想動的話 都可以單是登記完 然後每天去打卡 都會得到Sweat Point 那麼凹凸 是的 這個真的非常懶人必備 另外 為何要用我的referral code 去登記呢 就是接下來會有些AirDrop 是的 我們AirDrop 我們剛剛的Utility Token LV 用你的referral code 就有Double 的AirDrop 好 那大概何時會做這件事呢 其實AirDrop 其實AirDrop 會在2月到3月登記的用戶 其實你3月之後就沒有了 即是去到2月底 對2月底 對2月底 所以大家趁這兩天 就登記了 拿了AirDrop 好了 現在快點登記了 之後我會一直跟進整個Leave4Rail的發展 甚至乎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比較 真的運動一點 專業一點的人士 跟我一起去試玩這款遊戲 好了 今天非常感謝Tayson 接受訪問 謝謝 如果未來有甚麼新東西 或者有甚麼優惠 可以 一定更新給你的粉絲 好了 謝謝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 謝謝 讓我先看 謝謝 各位 謝謝 我